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回到我们的新车介绍环节 今天要带大家看的新车就是刚刚发布的大改款 Toyota Heria 它新在那里 全新的平台 全新的引擎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全新能不能够震撼到我们 目前的 Heria 已经进入到了第四代的车型 但是实际上第一代车型 第二代车型 还有第三代车型 第四代车型相比 前两代的车型车身体积会比较大 这是因为 Toyota 为这个产品线进行了重新的梳理 给它一个全新的定位 而第四代车型同样的也延续了之前车型的设计主轴 也就是硬 老硬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头灯组其实是非常的锐利 是不是很像老硬的这个嘴巴的感觉呢?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它采用了这个透明的水晶材质 而且它这个 Toyota 的 logo 是扁平的 这代表着它内建的 ACC 的雷达 还有这个自动紧急刹车的雷达都整合在这里 从这个车头看起来 它的运动感营造十分强烈 加上车侧的类 Coupe 线条的话 让它非常的有运动感 车侧的线条看起来非常的优雅 尤其是这个腰线 还有这个车顶 采用的类 Coupe 的设计 让它看起来非常的具运动风格 这个也是时下非常流行的设计啦 我们来看一下轮圈 这个轮圈尺寸是18寸 在这个等级的 SUV 里面 刚刚好 不会太大 不会太小 看起来是不是还不错呢 我们同样的在车侧还可以看到一个细节 就是这个三角镜 因为它采用了类 Coupe 的设计 所以后座的空间难免会被压破 加入了这个三角镜 就可以让后座乘客的空间压破感大大的减少 在车尾的设计方面 为了凸显它的运动感 首先这边有一个尾翼 同时这里有第三刹车灯 然后在这里原厂也做了一个类似尾翼的设计 再下来就是时下流行的连贯式 LED 微灯组 这个微灯组我个人看起来是很喜欢啊 不知道大家看起来有什么感觉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另外在车底这里 因为它是 Crossover 的车型 所以原厂布置了这个防刮材质 而且它的这个后面的方向灯是安置在这里 同样的也是 LED 的光源 这显示效果看起来还不错 我相信夜晚的话它的辨识度应该会非常的高 加上这个银色的车身设计 真的是非常的 premium feel 这个是 Heria 的硕士 质感表现还不错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尾向空间 电磁阀跟自动尾门开启 这个当然是标准配备 毕竟是这样等级的车宽的 打开了这个尾向空间之后 会发现这个门槛其实是比较高的 所以如果你搬放重物的话 会有一点点的辛苦 然后它的这个长度其实还不错 宽度也还好 重点是它同样的支援了这个 六四分离椅背的倾倒 这个是 Hatchback 或者是 SUV 非常大的一个卖点 要运载体积比较大的物品 它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这一个就是大改款 Heria 的其中一个败点 全新的 2.0 公升高压缩笔自然进气引擎 也就是 Dynamic Force Engine 为什么会从上一代的 2.0 涡轮引擎 变成 2.0 自然进气引擎呢?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原先的 2.0 涡轮增压引擎 已经没有办法满足最新的排放法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是 Toyota 也好 还是 Lexus 也好 在它们新的产品中 已经放弃了这个 2.0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取而代之的就是这个 2.0 的自然进气引擎 还有在日本市场的 2.5 公升混合动力引擎 但是因为混合动力引擎来到本地 售价可能会高一些 所以原厂并没有引进那个版本 我们只有这个 2.0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173 PS 峰值扭力表现 203 Nm 匹配的变速箱非常让人感兴趣 也就是 Direct Shift CVT 变速箱 它在起步拥有一个齿轮 所以可以帮助这台车的加速表现更为凌厉 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它只是一台普通的 2.0 自然进气引擎 我相信实际上开起来 它的这一个加速表现会不错的 在这里我要补充多一个细节 就是这一个 TNGA 平台 它采用的是 TNGA GAK 的平台 也就是和 Camry Avalon 还有 RAV4 一样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新平台的关机 所以引擎的摆放位置是比较低的 而且引擎是稍微向内靠 所以它拥有更低重心的优势 可是实际上这一代车型跟上一代车型 它们的车身尺码没有太大的改变 尤其是轴距 它从上一代的 2660mm 稍微增长到 2690mm 而已 所以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内装空间 会不会因为这个 30mm 而变大 做进这个内装 我要说的是它的这个质感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好 以这个价位来说 完全不会让你觉得有廉价感 基本上你摸得到的地方都是软质的塑胶 我真的觉得这个铺层是不错的 只是这个触屏主机 大家说它像电视机 其实它后面没有凸起啦 可是它的这个黑色的边框确实真的大了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主机其实跟日本版是一模一样的 来到马来西亚并没有更换 所以日本版本就是这个荧幕 并不是本地的代理拔掉荧幕还是什么 它本来就是这样的 而且我发现了这辆车有一个很好玩的功能 你只需要按一下 你的天窗就会变透明 没有错它支援这个天窗的这个遮蔽功能 如果说你想开天窗 可是你觉得外面的天气太热 你只需要按一下这个 它就会自动变半透明 你可以享受一定的光度 但是又不会觉得太亮 我觉得这个是个很贴心的功能 这个功能通常是在飞机上面的商务窗的窗口会看到 可是在Toyota上面居然有这个功能哦 另外还有一个亮点 就是这个照后镜 它支援这个流媒体后视镜的功能 什么是流媒体 也就是说你在启动车辆打到档的时候 这一个它会变成Reverse Camera的镜头 让你看得更清楚 我觉得这个功能其实也是蛮贴心的 除了我刚才说到的东西之外 这辆车在一些细节 一些配备上面 都可以说是丰富和贴心 首先中央扶手打开有非常大的置物空间 前面有杯架 还有无线手机充电功能 再往前看 有抬头显示器 这个仪表虽然说不是全数位化的 但是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彩色资讯屏 显示的资讯也是相当的丰富 还有一个很实责称赞的功能 就是它的这个方向盘 电动调整 这个后座空间表现 我相信是很多人在意的地方 它和上一代的车型相比起来 质感进步了 但是空间表现稍微有一点缩水 可是 这个椅子的乘坐感受 基本上还是很好的 你可以看到我的身高大概是180 我的背部基本上都被cover到了 所以我可以很舒服的乘坐在后面 只是这个腿部空间稍微小了一点点 然后这个头部的压迫感稍微重了一点点 但是幸好它的后座有这个三角镜 还有天窗 所以压迫感还不至于到太明显 不过我有一点还是要吐槽 就是这个中央的鼓起面积 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中央鼓起面积如果太高的话 对后座的这一个乘坐表现会有影响 上一代的车型几乎做到了全屏 但是这一代的车型鼓起面积还是蛮明显的 再接下来 就是这个后座的冷气出风口 还有下面有两个2.1A的USB充电插槽 可以让后座的乘客更好的为手机充电 最后再讲一个后座的细节 就是这个椅背可以做角度的调整 你可以做得更舒服 TNGA GAK 平台加上Dynamic Force Engine 组成了这个全新一代的Toyota Harrier 重点它还是从日本进口 而且这次我国上市的速度非常的快 因为日本是在去年的年尾才上市 所以我们可以在现在就看到这款车 真的是要佩服原厂这次动作真的非常非常的快 虽然我相信有一些朋友会说没有了2.0的涡轮增压引擎 魅力少了一点点 但是我相信这台车的整体表现还是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未来有机会我们会把这台车借出来做一个试驾分享 所以大家记得留守我们的频道啦 接下来就是大家对这个全新的黑热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好了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期的新车介绍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哦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拜拜